开始啊 今天我们讲第34课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来刷A题吧 就是用二分查找 二分搜索来查找第一个坏的版本 那我们这个二分搜索 我们以前讲过吧 就是拆就每次把这个搜索空间给减一半 就是比如说我0 有个数字0到100 那我不告你 你拆一个50对不对 然后我说你拆的数字有点大 那你就往下那个砍一半 你就往0到49里面拆嘛 对吧 然后我你拆就拆中间25 然后比他大比他小 每次都砍一半嘛 他那个时间复杂度 就比这个线性的来说就是要好 线性查找一般就是OM 如果你要找N个数的话 在N个数中找一个的话 那就是ON 那二分搜索就是OLOGM 对吧 那这个坏的版本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计算机里面 比如说我提交代码嘛 就是说有跑一些测试嘛 但突然发现哪一个版本就不好了 就是有个测试没通过 他就有可能是说好的版本嘛 就好的好的 然后突然有个版本 就你提交了一些代码 就是不知道谁提交了一些代码 然后测试就跑不过 假设没有当时没有不知道的话 那就一直后面的就一直变坏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来看一下 就是说哪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 就locate的第一个版本是哪一个 对吧 那实际上这题是在这个 Leco278题 你看他这个题 它是有一个API让你调用 就是说你不用关心 不用关心这个函数是什么 你可以调用它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version 你给它一个第几个版本 version它是从1开始 1开始 比如说你给1 那么他就告诉你第一个版本是对还是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吧 那你要告我第一个 对吧 那我们首先线性来查 线性查到 我就从第一个版本开始找 是吧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是坏的 是坏的就返回 第二个是 那如果不是坏 我就换第二个 那就是说 i in event 从1开始到n加1 到n加1 因为它的第二个参数是到n n个版本 对吧 你看这个说有n个版本 对吧 然后我就判断了 如果我调用它的API API是什么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就是接口 i 对吧 那如果它是bad version 那我就i 择下来 这个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直观嘛 对吧 我就是碰到 我检测 因为我从1开始开始算嘛 那我碰到的 第一次进来的 那肯定就是第一个坏的嘛 因为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第三个版本 我们跑一下看看 它应该会超时吧 它应该会超时 太慢了 2000 years later 3000 years later 你看超时了 是不是超时了 对啊 这就很慢嘛 你看看它那个input都很大嘛 它第二个数应该是说 第二个 第一个值是n 然后第二个值是应该是它第一个版本 你想它要从1循环到这个多少万啊 这个到1 这多少个数字啊 个时百千万 10万百万千万 我都很大了嘛 反正我不知道啊 就是它非常非常大的 对 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二分啊 刚才说的这二分 我突然就变成bad了 对啊 是是 那我每 我每次我就可以 左边界就是第一个版本 右边界就是第n个版本 我每次算中间 判断这个中间 调用它 如果它是 它只有两种结果嘛 要么是true 要么是false 如果是返回true 就是说这个版本是true 那么它有它的 它第一个版本 是不是在它的左边 可以这么理解啊 如果是false 它不是版本 第一个版本 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值 不是坏的版本 它返回false 那么它第一个版本 它只可能在它右边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们就可以来二分一下 插到啊 那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left left等于 left等于 等于r等于n嘛 是吧 就可以这么解写啊 然后就wire left小为r 左边界小右边界 那中间中间那个版本 就是加 加起来等于除以2 是吧 mid嘛 mid等于left加y除以2 是吧 left加y除以2 这样 对吧 那你在其他语言 你要注意啊 这个left加right 有可能会溢出啊 你可能最好的方法 就是left 比较好的 left加 r-l除以2 这样就不会有溢出的问题了 对吧 我们现在写一下 呃 就是怎么说 刚才回答 就是left加right 也可以向右移位啊 这个 这个移位 我们以前讲过 是吧 就是二进制移位啊 往右移 就是除以2 往左移 就是乘以2 对不对 二进制嘛 binary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就判断吧 如果 is bad version 正mid 那如果他是 bad version 那 就是说他这个版本是坏的 那么他第一个版本就有可能是包括他本身了 对吧 但是他的左边嘛 那我的右边界是不是要等于他mid 对吧 是不是 如果他的 他不是bad 那他左边 他他的第一个坏的版本是不是在他右边不可能是他本身嘛对吧 所以他的左边界是不是要等于mid要加1对吗 是不是 那我retend这个左边界就可以了对吗 第一个版本加一个对我们看跑一下看看对不对 就通过 你看一下子就通过嘛 是吧 27号码 对不对 对对 可以理解吧 就这里面是这个问题啊 呃 就是当左右边界不 呃 不相碰的时候 我每次我碰到 判断中间这个值 中间这个版本 就是 呃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这个是air嘛 这个R 然后这个版本是这样的 我就判断这个mid中间去中间 这个版本是坏的 这个版本是坏的话 那么他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这个版本是坏的 那么他第一个坏的版本是不是 他有本身有可能是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坏的版本对吧 他也有可能不是 但是总体来说坏的版本是不是在左边 对吧 是不是 所以他就是R要等于R要等于这个mid R要等于mid 如果 如果这个is bad 这个返回是true 呃 干什么 如果他返回是什么 返回false 对吧 如果不是坏的版本 那么他的坏版本只可能在他右边 对不对 因为左边 左边是不可能 左边是好的版本 右边是坏的版本 他有个 他你可以认为 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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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若干那个0 后面有个1 1 1 若干个1嘛 对吧 这个这个就是 这个也是一种递增的 这个这个什么排好序的这个这个序列嘛 他既然是排序 我们就可以用2分嘛 对吧 刚才讲的时候说 这个如果是不是 反为false 那么他只可能是在右边 只可能在右边 那不可能是m 因为我刚刚说反为false 我要反为true嘛 所以他的左边界 我就要变成 mid加1 对吧 是这么来的 对不对 可以理解吗 那他这个时间复杂度 就是o log n 对吧 就是 如果是坏的版本 就是左边找 如果是好的版本 就右边找 那这个就很 很简洁明了 对吧 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有什么问题吗 好 拜拜 拜拜